嘿 我是小船 這期影片的主題是 第一批財富自由的90后 只比很多人做多了一件事 那件事是什麼呢 從結論來說就是 從來不看電視 我知道很多人現在很迷 在我展開解說之前 想要跟大家討論一個更有趣的現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紐約時報》一天發出的情報份量 竟然已經足足比 17世紀的一個英國人 一生能夠獲得的情報還要多 聽完是不是覺得很驚訝 但是我們換句話來理解就會更驚訝 也就是說很有可能 我們現在一天透過手機電腦 獲取的情報 足足超過300多年前的人 一生的分量 想想是不是覺得真的很後怕呢 但是大家想一下 其實我們跟300年前的人 生理上和構造上有很大的差異嗎 其實人類從原人到人 用了幾十萬年的時間 所以這短短的300年時間裡面 現在的我們其實跟17世紀的人 生理上和智力基本都是一樣的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現在我們變得更加有錢 更加富裕 而且社會的科技也變得更發達了呢 其實本質原因就是 我們攝取的情報的質量和速度 都比之前快了很多倍 所以才能夠產生更加發達的科技 以及更加快速的經濟流通 而現在越有錢越接近財富自由的人 獲取情報的速度和質量比誰都快 但明明已經是這個時代了 卻還是有很多跟17世紀的人 一樣的速度獲取情報和知識的人 那指的是什麼人呢 其實是花了很多時間看電視的人 其實呢這裡不僅僅是電視 還有在自媒體平台裡面 看各種無用情報的人啊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目前大家最容易獲取的情報 還有就是最容易上熱門的情報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不用想都知道 例如哪個明星劈腿了 哪個明星很會時間管理啊 或者是哪個明星很會像粉絲科金啊 跟隨關係不好 或者是豪門征家產等等 電視其實也會播新聞 新聞貌似對我們好像很有幫助 但是本質上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 電視新聞很多要不報導明星的八卦 要不就報導一些有政府色彩 不太中立的議題 要不就是為了塑造一個美好形象 然後放大報導其他國家的不好事情等等 這個現象說實話 很多國家的電視台都差不多 如果是自媒體平台的話 你看越多的無用信息越多 平台就會越變成 只給你推送源源不斷 沒有意義的信息的機器 說實話看完剛剛說的那些八卦和情報之後 本質上對你有幫助嗎 而這個幫助指的是 攝取完這些情報之後 對你未來的人生有沒有變得更好 在這一方面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從結論來說 大家都明白 本質上這些內容跟你自身 特別是你之後的人生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可能因為性格問題 我自己小學畢業之後 就沒有認真看過電視了 我家裡也沒有擺過電視 並且我發現我身邊一生很厲害 還有已經財富自由的朋友 都沒有一個人看電視了 因為大家有沒有想過 看電視 電視是當方面給你傳遞情報的機器 說的負面一點 就是可以給你洗腦 如果你看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篩選 沒有辦法拒絕吸收的情報了 其實呢 不僅僅是電視 現在各個自媒體平台為了生存 推送演算法越來越厲害 也變成這個樣子 在自媒體平台 例如YouTube也是 你接觸的無用信息越多 你身邊就會衝刺的越來越多 這些無用信息的推送 導致的結果就是 其實人與人的認知鴻溝會變得越來越大 精英就會變得越來越有錢 然後平凡人就會越來越頻繁 但是這一切的系統和構造 其實都是社會的前20%的精英造出來的 這是為了讓更多的平凡人 好好的服從 好好的勞動 這樣社會才能夠穩定運算 其實將心比心 如果你是精英的話 你也會這麼打造 所以我想了一下 估計這也是為什麼 在YouTube知識類的影片的流量 越來越少 很容易會消亡 因為大部分人其實還沒有意識的話 很容易身邊衝刺了 太多無用的信息 也因為你從來不看 演算法也不會提示你 知識類的影片從來推不進來 大家根本就沒有察覺到 但是已經麻木了 反過來說 YouTube從來不怎麼給我推送 娛樂的內容 因為我平時不怎麼看娛樂的內容 手頁打開基本都是一些知識類的影片 而我認識的其他有成果的人 基本也差不多 但是呢 說實話這種情況在未來也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所以剛剛紐約時報的故事 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現代社會越來越富裕 特別是有錢人變得越來越有錢的本質 就是你們獲取情報的質量和速度 是不一樣的 而他們獲取的速度和質量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厲害 反過來說 單方面吸收情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如果你自己不去摘取 不去吸收的話 你跟別人的知識鴻溝就會越來越大 如果你獲取的比別人慢 或者是按照原來的方式去獲取 或者是等待平台的推送的話 還有就是如果你不知道 如何判斷哪些情報是對你的人生 或者是對你的未來有幫助的話呢 以後的路將會走得越來越頻繁 越來越艱難 所以以上就是 第一批財富自由的90後 只比很多人做多的一件事的解說的推論 結論就是不看電視 其實這只是一個表象 更深層次的是揭露一個本質就是 你需要高效並且高資量的情報獲取 那這部影片的下半段我們說一下 如何才能獲取對你的人生真正有幫助的情報呢 這也是我自己一關以來的做法 從結論來說 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 你一定要功利性的獲取需要的情報 這裡面其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就是 顯性對你的收入有幫助的情報 第二就是隱性對你的收入有幫助的情報 我們具體再剖析一下 關於第一點 顯性對你的收入有幫助的情報 其實呢 如果你還在上班的話 那就是對你的職業規劃有幫助的情報 而如果你在創業的話 那就是對你的商業 對你的生意模式有幫助的情報 而這些最終都是為了讓你能夠賺到錢的 打個比方我的生意主要是 圍繞網路的實際產品還有虛擬產品的銷售 每日我需要獲取的知識還有情報 主要還是圍繞著網路行銷這一方面 而有空閒時間的話 我再會去吸收一些邊緣但是感興趣的情報 例如我喜歡歷史喜歡政治還有旅行 我就會看這些內容 通過這種方式 例如最新的行銷軟件啊 行內的資訊啊 獲取這些情報之後 可以直接導入到我自己的商業模式裡面 如果好用的話行之有效的話 那就能立即賺錢了 這就是功利性的情報獲取 而這些呢都是顯性的 對自己的收入有幫助的情報獲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絕大部分的有錢人都是focus all in到專注的一個事業裡面的 這樣的話也專注於某一個領域的情報獲取了 這樣才能更高效的提高賺錢的機會 然後第二點引信對自己收入有幫助 這裡呢特別指代的是做自媒體的人 是想要跟你們說的 具體來說就是你要獲取能夠為自己 長粉有幫助的情報 其實剛才我也說過 顯性增加收入的方式 就是獲取情報 然後實踐 成功的話就直接對你的增加收入有幫助嘛 但即便失敗了 你也不用害怕 因為這個失敗 它會變成一次經驗 會變成一個梗 甚至這個梗能夠成為你長粉的一個話題 就好像我的頻道的情報核心是網路創業 然後平時獲取的情報也是偏向於這個側面想的 我會思考 我獲取的這些情報 自己該如何過濾 如何輸出 才能讓我的頻道成長更快呢 粉絲長得更多呢 其實這些都是一直以來我在思考的問題 其實情報的二次加工 以及經驗的輸出 本身就已經非常有價值 如果你獲取到很難很複雜的情報 然後可以透過你自己進行信息的處理 還有篩選和過濾 或者是你自己本人的實際經驗的驗證 再通過你自己的口傳播出去的話 首先你能極大的降低 一般人接受這些複雜 或者是不可靠信息的難度 而這些你過濾過變得簡單的內容 會更加容易傳播出去 自然粉絲就漲了對吧 而這些粉絲呢 就是看不見的收入 所以你的隱形收入就能增加 這個概念其實非常好懂 很多講故事的知識類頻道 還有一些股票分析頻道 投資理台頻道 還有實證分析頻道都是共同的 所以建議大家在獲取情報的時候 沒有必要盲目的獲取太多太雜無用的信息 聚焦於獲取對自己的生意模式有幫助的情報 你的效率會高很多 也因此回歸到大家身上 相信大家都活躍在不同的各行各業裡面 你可以思考一下在自己的事業領域裡面 能夠讓你的收入提高 讓你生活變得更美好的情報到底是什麼 然後平時更多專注於獲取這些對自己有用的情報 你的認知的效率會得到提升 自然而然跟財富就越接近 而如果你對作字媒體感興趣的話 描述欄有一個70分鐘的現實免費的課程 教你打造一個能夠賺錢的YouTube頻道 感興趣的話你可以去看一下能不能報名 並且我的頻道會像剛才那種感覺一樣 向大家傳遞一些網路創業和網路賺錢的一些方法 思路和技巧和情報等等 如果你對這些內容感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點開旁邊小鈴鐺 點開全部 並且呢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意識啟發的話 給快要斷氣的我點一個讚 而且呢 其實我的Instagram每天都會在裡面更新一些 數位有名的生活細節 網路創業家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經驗等等等等 但是在YouTube我只能一週一更在那裡會每天更新 如果你對這方面內容感興趣的話 也記得去訂閱我的Instagram哦 那最後的最後 如果你對我的一步步辭職經驗 踏上網路創業之路 這方面的經驗感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旁邊的影片 那我們過幾天再見吧 掰掰